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所以它订阅高约RX 上面就接雷克萨斯了 那么从去年到现在 它的销量已经在日本超过了月租八千年 而且现在是日本销量第一的周围 一年半的时间就移路到中国 所以我们销量非常幸运 一个月之后试驾 年内应该就是可以拿到提到新车了 广风版本的估计是在明年 但是前脸和伟灯估计有不一样的设计 那么一期冬天的海里亚灵放 是完全的原汁原味的设计 只是这个标在日本国内是金色的鹰标 那我们将来在四台店 刚才已经问过了 在四台店你可以换成跟日本一样的鹰标 就像当年锐智一样 可以在前面换成自己锐智的logo 我们带大家看看车内 这个内饰设设计风格跟容放是完全不一样的 更加的有档次感 大量的木质 木纹和全皮的装饰 而且从整体风格上 更加的豪华 大家看空调触控区 完全是这种钢琴面板的这种触控 然后这个位置用的都是 大家可以看到的位置 全是用的木纹装饰 非常设计感 用料都分较充足 这一块两块大屏 整体设计感 定位上完全跟容放是不一样的 那么其实在日本 刚才说过了 这历史上它就是雷萨斯的车型 那么从第三代开始 才是有独立设计本土的车型 配置非常高 加热和通风的座椅 然后顶部的天窗 这个天窗其实我们没有钥匙 我们要给大家看 天窗是一块隔热玻璃 可以隔绝90%以上的 紫外线和红外线 它同时有一块天幕 所以设计配置都非常的在线 那么一个月之后 我们给大家带来更详细的试驾体验 大家看一下 这个是这个汉萨 零放了这个历史 第一代车型 是97年第一代开的 实际上这个 就是当时的这个雷萨斯 Rs这个车型 你当时在北美卖的非常不错 然后那会儿 雷萨斯还没有回到日本 就直接挂 风田标 尾标是风田标 前面是那个英标 金色的英标 那么去过日本 好像都知道 第一代 第二代就更影响了 这个完完全全的这个雷萨斯 然后混动车型也都引入了 而且第二代车型得到了这个世界绿色环保车的大奖 也是亥利亚生命周期最长的一个车型 然后2013年出的新款呢 亥利亚 实际上因为这个时候雷萨斯已经回到日本本土市场了 那么亥利亚车型大家可以仔细看啊 这个前面就是这个它的那个英标 看得很清楚 回到日本市场了 雷萨斯回到日本市场 所有highlight就重新设计了一下 更年轻 更有自己的特色 那么这个实际上就成为日本本土的这个车型 疫情之前去过日本 朋友一定知道啊 就是在这个 highlight这款车 就这个 尤其这一代 在日本非常多 街头非常多的 这款是 去年大概 三分的时候 在日本全新发布的 第四代highlight 那么也就是我们现在引进的这个零放 那实际上它的车身尺寸就是关键轴距啊 放线机跟 RV字融放是一样的 220自吸和2.5混动 但是它有更高的配置 都是TNK平台下的啊 这个highlight在日本售价是299万日元 起到504万日元啊 大概的这么一个售价 折合人民币呢是16.97到28.61万人民币 那么和它轴距一样的融放RV4 在日本的售价是274.3万日元起到402万日元啊 折合完就是15.4万到22.5万 所以两者在这个低配上差距不是很大 但是在高配上差距是比较明显啊 主要是在这个配置上有明显的这个增加 这个零放也就是日规的highlight 在跟RV4完全是不一样的定位啊 虽然两人的这个轴距是一样的 但是RV4感觉上更普通一下 就像这个日本媒体评价啊 就是普通的这个豚骨拉面 highlight零放更像是这个 更精致的这个餐饮啊 定位还是更明显一些啊 融放就是一个普通的这个 有一定通过性的这个城市SUV 那么毕竟日本还有一个这个越野版啊 国内没有 那highlight实际上是更高端 更优雅更时尚这么一款车型 highlight在日本上市以来啊 第一个月订单就破了4万5 从去年到现在上市一年 整体销量超过10万台 大家要知道这个在日本是非常的这个夸张的 因为日本的年新车总销量 基本在400万左右 所以大家想一下这个超过10万的 销量的车型就已经是一个很火的车型了 而且10万销量的车型 各到中国市场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 这个表现非常好的车型啊 越军销量都到这个8000多台了 那么也是日本SUV的第一名 那么在日本总销量 所有车型总销量第六 那更可怕的前五 也都是丰田的车型 而且都是大家比较耳熟能详的啊 卡罗拉 然后这个阿尔法 这些车型排在零放前面 那么我觉得在国内市场 可能售价也会延续两者 在日本那个市场的售价差异 我觉得可能零放更多的担任 往高端在融放和这个路放之间的这个承接啊 那实际上广风也会有这么一款车型 把这产品线补齐 让自己的产品线更加完善啊 去应对这个越来越激烈的市场竞争 而且我相信零放在中国会受到 大量女性消费者的这个青睐 大家可以看 无论是前脸的设计 还是贯穿尾灯的这个设计 都非常的漂亮 而且车身 融放感觉这个风风正正的 更硬朗 零放对海里亚更加的这个优雅 更加的这个轻奢的这种感觉 关注迷车 关注张书